美方政客有关言论 诋毁香港法治 攻击 无理攻击 中国的治港政策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 我们表示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驻美国使馆和外交部驻港公署 都已经予以严正批驳 香港特区政府 已发表新闻公报 表示香港特区警方 拘捕相关人员 是依法根据证据 采取的执法行动 有关人员 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9条 我想强调的是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这边风景独好 美国有关政客 所希望看到的 所谓香港美丽风景线 已经成为黄粮一梦 美国目前通货膨胀严重 疫情导致一百多万人死亡 强制暴力案件 贫乏多发 如果美国个别政客 有时间 有精力 我奉劝他 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 香港就不劳 他操心了 他在这边 也宝贴 我 走了 这是 我们 我们